我們看這一集 他說,如這個圖所示 質量大M的均勻方形狀 這個方形狀質量是大M 靜置以光滑的水平面上 這個水平面是光滑的 那其頂部的中央A點 現在以長度5公分的矽繩 這5公分 弦掉一個質量小M 這小M 是等於三分之一大M 開始時,該指點靜置且省於千值 現夾β降 β降是37度 然後A點的x座標 A點的x座標 取為原點 假設重力加護度是10 重力加護度是10 然後SineSita SineBeta 就Sine37 Beta取為Sine37度 取乘是5分之3 實際上是月略5分之3 取乘5分之3 對盡力地面的觀察者而言 在外面看的話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看第一個選項 A整個系統的動量熟 不會啦 水平方向的動量會熟 因為水平不受外力 但是千值方向的話有受力 大M的話受一個重力 還有一個正向力 還有小M的話有受重力 繩子張力 那我們先來看看說 它的那個動量 Y方向的為什麼不會熟 首先一開始 Y方向的速度 直行速度 這個給小M指點 Y方向的直行速度 那個Y方向的速度 是等於0 小M的 小M的話 一開始的話 Y方向的速度等於0 但是呢 掉下來以後的話 Y方向的速度 就不等於0了 那所以什麼呢 所以我們曉得 這個Y方向的 那個直行速度 是等到 大M加上小M 大M 大M 大M外 大M在外方向的速度等於0 大M在外方向的速度等於0 大M在外方向沒有動 加上小M V小M V小M 小M在外方向 因為它在這裡擺盪 這個小M 小M的話 它速度往這邊的話 它在外方向有稱速度 所以這個是不等於0的 所以外方向的那個直行 所以外方向的動量不熟 因為我們知道外方向的那個動量 PY 是等於M 是大M加上小M 那就是V呢 CY 這樣子 所以它外方向動量不熟 所以第二個選項是錯的 讓我們看 V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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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X方向圓點我取這裡當圓點 那麼它整個系統的直系位置在哪裡 整個系統的直系位置 這個XC是等於多少 大M加小M 大M加小M 差不多是什麼 大M一開始的話是在中間 所以大M的直系位置是等於一點 再加多少呢 小M 小M的話它位置在哪裡 在5乘以3 這個5乘以3 37 所以這個是5乘以5分之3 所以這是3 不過是在圓點的什麼呢 圓點的左邊 所以是戶的 這乘以戶3 好 那這樣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是直系位置 它是問說 好 那現在呢 它如果擺到最低點的時候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方和 跟小M 那個X方向的位置是重點的 直系位置是重點的 那就是說直系位置 如果在這裡的話 那麼大M也會移動到這裡 小M也會移動到這裡 我講的是X方向 X方向的位置 大M會從這裡移動到這裡 小M從這裡移動到這裡 這個位置 事實上就是直系位置 大M加小M的直系位置 所以這個就是大M 就是大M會從這裡移動到這裡 這個等於 這是 這是三分之M 也就是說 大M是等於三倍的小M 大M我把它帶三倍小M 這是四倍的小M 負三 小M 所以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就0.75 負的0.75 負號代表往左 往左移動到0.75 所以B選項是對的 達上我們看C選項 小M直點 擺到最低點的時候 直點總位移向右 這個移動到1.75 對不對 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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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窗向位移是這一段 這一段應該多少 應該是3吧 是3 3減掉0.75 應該3減掉0.75 就是說 從這移動到這裡 它從這移動到這裡 那這個是3 所以它是3 減掉多少 減掉0.75 所以是2.75 2.25 小M的話 X方向移動2.65 但是它還有Y方向 Y方向的話 擺到最低點的話 擺到最低點的話 不過整個系統是移動到這裡 就是 最低點 它這一段移動多少 Y方向是從這位置移動到這個位置 這是5 這是5-多少 5cos37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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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4 所以它Y方向是下降1公分 X方向是移動2.25公分 所以它說是1.75 1.75 1.75當然是不對 所以C選項是錯的 C選項是錯的 這樣跟B選項 小M值點擺到最低點的時候 小M值點的速度為39 對不對 那擺到最低點的時候 這時候未能 變成總動了 我們曉得 擺到最低點的話 它只有X方向的動量 但是 系統總動量等於0 系統總動量等於0 所以擺到最低點的話 小M的動量跟大M動量的長方 為什麼 因為動量一樣 大M的話V 大M 會等於小M的 V小M 在擺到最低點的時候 所以那個什麼呢 那個速度的話 小M跟大M的速度跟質量是成為比的 跟它的質量成為比 M一樣 所以我就曉得 它那個動能 動能的話我們可以這樣寫 動能是等於 2M分之批評 各別的 各別的動能 各別的動能跟質量是成為比的 因為它動量相等 就是兩個指點動量相等 所以它的動能跟質量成為比 現在的話 調這裡未能變成動能 所以動能就分配 分配給小M跟大M 那分配給小M跟大M的話 那我就可以求什麼呢 或是直接 那我就可以什麼 可以算出什麼呢 算出那個 小M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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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K小M 頂頭三M 等於大M加小M 小M獲得大M等分 總動能 總動能就是為了變的 總動能就是為了變的 就是MGH YGH H的話是多少呢 是一公尺 是一公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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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H的話是一公分啦 這是一公分 MGH 不過這個 記住這個是一公分 這個要帶980 所以我就知道 這個等於 這個是3加1是4 這是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這個多少呢 小M 小M 乘1 這等於二分之一多少呢 小M 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 V小M的平方 那M消掉 2消掉 所以是V小M 是等於二分之三 Z 給它開更好 是這個答案 好 那這樣的話 這樣等於多少呢 這樣的話是3 那乘多少 重力加入度的話是10 10公尺 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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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算是1000 1000 那1000公分 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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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多少 乘1000 那除以2 那這個多少 這是500 所以是10跟15 這個 他說是39 39 39應該是差不多 我們曉得 這個 這把他開更號的話 可能是3.9 你看 3.9乘以3.9 99 8 11 8 39 27 2 7 2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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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3 13 13 1 5 15.31 跟15差不多 那你4的話就已經16了 所以的話呢 約列是3.9乘以10 10乘以3.9 所以大概是多少呢 39公分 每秒 所以A這個選項是對的 所以A這個選項是對的 D這個選項是對的 我們剛剛的話呢 B是對的 剛剛有一個選項是對的 那B這個選項也是對的 那我們看呢 E這個選項 E這個選項是說 當這個 小M的話 擺動過來的時候 小M的話呢 擺到這邊的時候 M的方形 M的方形 向左移動4.5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怎麼做 這個我們就這樣看 就是說 我們只看X方向 X方向 相對於那個 這個箱子 它移動多少距離 移動距離就這麼多了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小M 德塔 X 小M的話 相對大M的移動多少距離 就移動這麼多距離 就是說 5 5 乘以3 37度 乘以2倍 2倍的話 這是5分之3 所以 也比8是6 所以 小M相對大於 一動6公分 小M 我們曉得說 這個 因為它直心不動 那直心不動的話 那也就是說 小M 相對於那個直心 相對於直心 等於是相對於地面 移動的那個距離 相對於地面的移動的那個距離 德塔 X 小M 這是往左移動 加上多少 沒有 講錯了 小M是向右移動 加上大M 德塔 大M 往左移動 這是會等於0 這是帶有方向的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是等於小M對地移動的位移 小M對地移動的位移 小M對地移動的位移 或者說 你的德塔 也可以把它拿掉 這個德塔 M的話 是相對直心的移動 那因為直心不動 所以我的德塔 可以把它拿掉 德塔的話 可以把它拿掉 這個都是相對直心的位移 這個德塔 Xm的話 是 小M相對大M的位移 就是說 X 小M 減掉X大M 這個等多少呢 這是等於6 好 那我來看看 這個 他是問什麼 問這個方形能移動的 這個什麼 方形能移動的 方形能移動的 這個什麼 方形能移動的那個 那個 那個位移多少 就求那個X大M 求X大M的話 我就 我幫他簡化一下 這是3小M 所以是X小M 加上3 加上3 X大M 等於0 X小M 減掉 X大M 等於6 那我現在求這個 這個X大M的話 我幫他一減 減下來多少 減下來的話 就是 這就消掉了 4倍的X大M 等於6 也就是說 負6 因為那個 大M是往那邊移動 負6 所以 X大M 移動多少距離 移動2分之3 往左 所以是2分之2 負3 所以 往左移動1.5公分 所以 應該移動1.5公分 不是 這個 4.5 不是 是什麼呢 所以 1.5公分 是往那邊移動1.5公分 事實上 我們可以從這裡看 它就是說 當你那個 執行重疊的時候 它是移動多少 移動0.75公分 它再擺到這邊過來的話 它會再往左 再移動0.75公分 一個0.75公分 是錯的 所以 大家應該是選b跟d 谢谢大家